我覺得我這樣好像都比較空 可是我當時去爬山的時候 我這個胸部好像不舒服 那這樣的話 到底是我原來所感覺的那個空不具足 還是說我身體真的有其他毛病 第一道是可以看完 我要回答是後面這個東西 我要回答是後面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啊 因為爬山嘛 你有講的嘛 爬山嘛 所以他比較耗心 可以瘋你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平常大概修了已經都已經覺得沒有什麼 是你困擾到你的 但是去爬山 所以你就會把你的答案泄漏給我 那這個是不是因為我身體比較虛 不能講虛 我們會講說你的血液的循環 甚至講心臨的部分 它是比較有壓力的 其實不那麼順 請問師兄啊 你晚上好不好睡 一睡一睡 很容易睡 很容易睡著是不是 好 因為我會這樣問啊 就是我覺得他的後腦這個地方壓力有 就是我們感覺到一些氣阻 那後腦這個地方剛才有提到 一個就是睡眠 一個是感覺 一個是感覺 那如果他不是睡眠的問題 那他就是心臟的問題 然後這個師兄啊 除了後腦之外啊 就是胸口這個地方的感覺比較悶 然後喉嚨這個地方 我覺得會卡卡的 再來的話就是腰 腰的這一段 我把它寫到這邊 腰好像是第四節的部分 好像有以前當年的時候傷過 那很久啊 一個是頭的後腦 然後呢 前面的心臟的部分 然後你的腰 腰椎嗎 我看 應該 他在腰一椎啦 我們胸有十二 腰有五 大概在一 然後現在還有個間椎 大概整體的結構 這樣會緊椎七 就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畫一下 大概你這個地方的氣比較悶 然後要這個地方的氣比較過不去 然後這個地方稍微比較通一點 就是骨盆腔的 我們剛才講骨盆腔那個部分 然後喉嚨上的表達 就是在頸椎這個地方 喉嚨的卡卡的 大概這個是比較簡單的一個你的 氣的循環 那 然後呢 大概 所以有的時候 因為這個地方喉嚨卡卡的 所以你對所有的部分 就會比較選擇 有時候說話你就會看 有時候就聽說 有時候就聽說 有時候就不一定會聽說 然後這個地方 心跟癡有關 雖然我們講皮主癡嘛 但是心也是太多 所以有時候他想比較多 想比較多 所以頭腰也會緊緊 之後呢 因為腰 有時候 有時候 這事情有效 這樣說得對 這樣 自我支持 這個地方這個圖 我們少了一個脊椎的部分 脊椎的部分沒有進來 就是腰椎的支持 好不好 如果你有做筆記的 請你可以把它補上 腰椎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剛才是用正面跟大家談 我們它有一個背面的 就是腰的部分 它有一個支持 大概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支持 然後啊 有一些人 他們這個 我們 畫太快 畫太快 我要畫的是我們的脊椎有三個彎 這個是 錯邊的 這個是頸彎的 然後這是胸彎的 然後這是腰彎的 然後這是間綴 這個應該比較沒有那麼勾 大概這樣 所以那個師兄 大概在腰椎 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那有一些人 他們的 他們的現象 他們對自己的那個部分的要求 是太過的 有些人會變成直的 但是少少的人 他們就會變成這樣拱起來 這種人 他們很堅持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大概國小 國中以後 就看得出來了 那我們當然都會定型的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自我支持的部分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有看到 這個能量的現象 然後呢 它有一個部分 它比較空 所以啊 這個我們剛才提到的 就是信任 信任我自己 各個面向的那個部分 比較不那麼的強烈 然後呢 往下彈的時候 覺得那個腳 有時候不知道 腳有什麼 不敢到 腳 還好 還好 因為我會覺得 就是 氣不完全下去 所以就是 我們剛才提到 那個 直行 落實的部分 就是有時候就會比較 下不去 它就變成提上來 那種感覺 好像蹲 都可以 蹲都可以 蹲在跟膝蓋跟腰有關 但是它跟氣下去 所以我們講說 你的腳 執行力好不好 有時候 那個腳會比較虛 比較寬 會跟爬樓梯 身體有時候爬山 跑蹲那個部分有關 這個蹲的會跟膝蓋有關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剛才問了 我爬山的時候比較常 第一個就是物理性的 因為它好癢 很簡單 但是如果回來 談心靈性的 它就會有這些的解釋在裡面 那既然你跳下來了 那我就一定會給你一個答案 所以通常第一個解答就是 你不要想太多 有時候有很多事情 你想到那裡就不要想 所以你放空是很好的 然後呢 你對於想 你有感知的東西 你要很輕鬆的去表達 然後你不要 我的時候就是 不想到 但是沒辦法 自己身體在裡面這樣 揮揮揮揮揮 這樣就是 看到這個氣味就比較不舒服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 所以這就是支持 你不要讓自己 想一些做不夠的事情 這樣的時候 你後一邊去拍攝 你試試看 你會覺得 放開起來還會比較緊張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的心臟 心臟我覺得有一點點腫 有一點點腫 然後 你應該這個心臟 我的感覺 一點點症 還有一點點 比較空一點 症就是肥大的部分 心臟有一點肥大 然後我覺得這個脈 它有一點點 比較硬一點點 脈比較沉 所以沒有說那麼的清楚 所以代表說可能你的心臟的功能 因為看起來師兄大概年紀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你的心臟 可不可以 全話 對 先看一下其他一句話 對不對 門有沒有關著 有齁 我問這句話就是我們要講實話的 真相說一論 我們要講真話的 就是請師兄你不要看清還是看公自主 有時候你會比較不注意自己 和這個地方信仰有關 這是我的感覺 所以因為你沒有看到自己 所以我們講說人 人什麼 然後研究比較低 有一個稱語 人比較沒有那麼多分量 所以說的話就比較不痛 大概這個意思 所以你大概整個心的部分 如果你要回春 要那個力量要進來 你要看到自己是有力量的 就這麼簡單 然後你要很真實的去表達你自己 就是更清楚的去表達 你的心臟就會回來 不然的話他就會不斷的會被稱大 應該有 因為我很喜歡看那個TAG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LINE上面有個TAG 我很喜歡看 是 然後做自己 那所以呢 這是要轉變 所以大概身體上這些地方 要稍微加強一下 然後信念要轉變 才會跟你有關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麼做 他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不好 所以其實師兄你可以做一個觀想 你說冥想 剛才有沒有 你就說 我是很有力量的 然後 我講的每句話都非常的 有力量 然後呢 非常的讓感覺到舒服 你馬上那個心臟就會覺得 砰砰砰就跳起來了 這個就是自我的 那種內在力量的一個展現 好不好 他是有效的喔 然後呢 當然我們會強調說 身體需要稍微放鬆一下 那所以剛才跟師兄示範的這個 就是身心療癒地圖 所以 關於他的身體上的能量狀態 我們用測氣的 關於心理的部分 我們有一些經驗 然後我們其實有一些途徑 我們可以去取得一些訊息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回答 那回答之後 我們還會給出建議 那給出建議之後 這些建議都是量身定做的 他通常是非常非常的切合你的需要 你們真的可以看看 等一下我們應該會有一點時間 所以等一下黃師兄煞 你就不要讓他擔太久 好不好 不然黃師兄自己煮手 我肥做膽 可能一點鐘做不完 我沒有錢 你便會告訴他 你航路知道 你能夠再找他 我來 好不好 這個就是身心療癒地圖 這是你們講義上面 看到的那一個 身心療癒地圖的部分 所以我們解釋了身體 也解釋了你的心理 那心理的部分 文字的表現在這裡 那你說 老師 好像只有你會 那我不會 我們來做練習 我們來做練習 經由書寫 然後呢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把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在每一天裡面 你都可以自己做 做完了之後 身體再懂得放鬆一下 我們就把這些東西 放在上面 你可以對號入座 好不好 那這樣子的時候 晚上啊 你們就 這兩個小時 就真的是 值得一輩子 好不好 來 那我看喔 我看